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穿拖鞋的赶脚 就是比有大 有面低鞋更妥协 她既舒服又优良 既随性又帅气 但你不费力气 就能穿出时尚高级感 连大表姐游玩都很喜欢 穿着她们逛街一整天 你都不用担心脚痛的问题 这种休闲的幽懒时尚最适合夏天 所以今天阁主 就来给你们种草夏日拖鞋了 No.1宽带平底梁拖最基础款的拖鞋 当属休闲平底拖鞋 也是日常穿着最多的款式 这种宽带的平底拖鞋 可以是一字带的 也可以是交叉带的 反正整个设计 要怎么简单怎么来 它更像是我们平时说的早堂款式 长相普通不起眼 但相较于其他的款式 早堂拖的鞋底厚实柔软 舒适不泪脚 时尚圈先是被Puma Fanta by Rihanna的各种运动拖鞋刷屏了 很多明星把毛毛拖爱到一个不行 然后很多高冷的奢侈品都出了早堂拖 其中最火的应该就要出Gucci和GIVNCHYL的了 很多人建议在外穿早堂子style的款式 其实它很有超排的气质 如果你怕街头疯的话 早堂拖搭双运动白瓦 穿件oversize的潮体就很时髦 拖鞋首先要在形状上适合自己的脚型 选这种瘦瘦的款式会比较好 而且脚面处的设计要有一些女性化的细节 例如上涂这种简单的的拖鞋款式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基本款 普通皮革款楼 指头的风格比较综合 搭配裤装有点休闲 搭配裙装也还挺成熟的 交叉带的款式 更多了一份新设计的高级感 对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普通的宽带拖鞋有点发尾的话 还是可以融入很多时髦元素的 为了让鞋子看起来足够特别 各大品牌可是在大小有限的鞋面下足了功夫 Dior的logo B-O-Y-O-A的大方扣 哪一种金属装饰更得你新了 最经典的就是金属扣装饰款式 当拖鞋与钻扣碰撞 瞬间就有了滑美感 从乐服鞋到拖鞋都有这样的款式 若够预算 Miu Miu这双珍珠鞋拖 是好选择 Miu Miu的这款珍珠拖鞋 可以说是极量千宠爱于一身了 时尚潮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双 来作为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 女人味十足 除了珍珠装饰之外 还有薄西米亚风的流苏 冰珠装饰 也是比较流行并且更适合日常穿搭的 流苏装饰的拖鞋 可以协量整个造型的吸睛指数 让拖鞋也有了时装的华丽感 花朵拖鞋搭配鞋尖连衣裙 一样可以温柔到爆表 不仅是搭度假风的裙子好看 配阔腿裤 也都是满满的文艺风 黑色拖鞋搭配最简单剪裁的衣服出门 清爽又自然 同身的黑色look拥有暗夜般的吸引力 Adidas的黑白相间早堂 拖 可以直接搭配黑色扩型连衣裙 十倍相配 除了Adidas就要属爱马仕家的H拖鞋了 前两年真的不要太火 但今年穿衣就没有过时 要么怎么说爱马仕经典呢 而且他家今年还衍生出了好多新款 很多彩色的也很好看 如果去海边度假 草编和拖鞋可以说是天生一对了 编织草帽 编织手带 一切草编是品质必不可少的 一秒变成什么人好吗 Number 2 复古 穆勒拖鞋 复古风拖鞋 格主首先想到的就是穆勒拖鞋 它是那种包裹着脚背 不露脚趾 曾会露出脚跟的高跟鞋 近些年 在此基础上也演变出了各种各样的款式 它穿起来更为休闲随意 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不经意间就将时髦显现出来 不管是裙装还是裤装 都可以轻松驾驭 穆勒鞋的种类有很多 少了脚后跟的面积和呆子 除了在整个鞋面上 进行鞋马行空的创作 还能通过鞋面的形状 绑带来勾勒出完美脚背 如果你不习惯 还可以选择有带子的款式 蝴蝶结绑带是下千必活的款式 不仅在衣服和裙子上可以运用 连在鞋子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绑带不够 多几个也不是问题 少女心蹭蹭蹭的往上涨 不少品牌都推出了 甜美的一塌糊涂 乐福鞋款也是今年的一个大热门 百塌指数也是非常高 担心拖鞋被人够病太邋遢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材质花纹上做文章了 刺绣尖头款的木乐鞋 配色复古的刺绣雅致强颜 容烂又不缺容美 还可以从视觉上帮助你拉长腿部线条 流行的波点或格文元素也很吃上 帮你完美hold住各种风格的衣服 小猫跟款搭配裙装 同样精致有女人味 大家如果有入手的话 就可以拿出来穿了 今年更流行猫跟鞋尖头的款式 优雅又精致 给你增添小女人五味 是最直接让你视觉长高的神器 如果你还不能很好的驾驭系跟鞋 可以选择出根款木乐鞋 从三厘米到八厘米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净皮的材质看起来更有质感 宽带款的可以很好的包裹你的双脚 无论是搭配裤装还是裙装 一点压力都没有 如果是高一点的根 还是皮质的路纸拖鞋更好 而且前面口要小一点的 不然脚就容易往前滑 走起路来不舒服 简约的风格和中心配色 让编织木乐拖鞋 成为假日造型的摆他利器 编织拖的灵魂 像极了法国女人骨子里那种放松舒服 不仅跟也不刻意讨好的姿态 木乐鞋也很好搭配 只要选择一件技术款的衬衣 搭配牛带裤 休闲又有气质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扩腿裤来搭配 遮住肉肉超级写瘦 木乐拖和裙装也很配 腰带与衬衫 已经有了OL方 鞋里如果再选择过于正式会显得死板又 重复 一双木乐拖就解决了问题 帅气也有女人味 如果觉得太麻烦 一双黑色的白带款 上面穿上你想穿的裙子就可以 只不过这样的穿法不能让你变得精致 高阶一点的搭把就是搭喇叭裤 不过同样是需要露出脚踝 配小脚牛带裤和眷裤脚 也是正确的搭配 齐齐木乐拖鞋两拖 就不得不说固执的鞋子 Blogger人手一双 帽每根实用程度达一百分 无论哪个季节哪个造型 完美hold住 固执的平跟拖鞋有两种 又毛毛的 还有平跟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Member 3舒适 一自脱一收紧人自脱 你们肯定知道像啥样 他的的V字带 可不只是用来固定的 也可以华丽丽的把脚背展现出来 如果找一款 鹿肉最多的鞋 应该就是人自脱了 穿过他的人都清楚他的舒适度 当你把他定一位下楼买菜遛狗 时随便穿穿的懒人装备 在你瞧不上他的时候 仙女们早就放下骄傲的高跟鞋 穿起这双鞋了 但是 人无完人 鞋也有缺点 穿人自脱最尴尬的场面应该就是 脱还在 人自没有了 所以格主建议 你们选择脚背上有T字带的人自脱 背上多了一根T字带 可以增加受力点 穿起来走路也更方便 最最关键的是 这种鞋的视觉效果是纵向的 可以把下身的比例拉长 女神范儿的金色款 非常有高级感 搭配裤子和裙子都 不易显得廉价 再来就是白搭的黑色 整体造型也会显得更有质感一些 也最为普通白搭 很多姑娘不敢穿人自脱 虽然很舒服 是因为找不到与她完美的配对 其实休闲的人自脱非常有度假感 而且不过时 且基本不挑衣服的配色 狂盯着鞋子本身还不够 还要会她才行 集团长裙搭配人自脱 最能穿出闲适的度假感 看亲子也是人自脱的忠实爱好者 这种假脚脱当然 还有和长裙最搭 不管是唇色还是燕花 配上再简单的人自脱 都能化身希腊女神般的存在 除了仙气飘飘的长裙 莫胸要带小羊去搭配 人自脱更加简灵活泼 皮革人自脱更日常 金属人自脱更时髦 草原人自脱更应景 如果你想要用人自脱 穿出高桥的感觉 就需要清爽简单的短打来搭配 它不带硬景 而且不会脱雷你的身高 穿人自脱 尤其要避免衣服太过松狂脱胎 那样就真的不好看了 搭配清爽修身的黑色单品就好多了 脱鞋的款式很多 千万想几款出镜率高的 喜欢可以去实体店或者找带个窝 D-R-A-T-O-R-D-I-M-B 1097 Lidmirehema 粉色蛇蚊屁木勒鞋 草边木勒鞋 B-O-Y-Y 大方厚拖鞋 Malissa 加脚拖 Anthropology 拖鞋好了 一口气推荐了这么多双拖鞋 今年夏天都不愁穿了吧 你会pick奶 一款 最后只想说 拖鞋早就已经灭息了 出席party 在外旅行 街排凹枣型都不在话下 编辑助理 Joyan Lady 格点Lady 855 最优质的女性风向自媒体 设计时尚 珠宝 艺术 情感多面的和端潮流生活质 好看的拼拿和有趣的灵魂 你在这里都能找到我